大家好,美国大学梦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Johnson 他从这个Davis在Zoom上面 跟大家来分享他在这个Davis的 这一年来的经验 好,那我们请Johnson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Johnson,陈志鹏 我是于20年毕业于Pacific Academy 然后现在就读于Davis 当时我选择Davis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喜欢这个校园的 然后我现在是达尔 是机械工程系的 我们可不可以请Johnson先分享一下 就是说Davis目前在全美国的排名 他的公立学校排名 然后这个全体的公私立排名 在美国现在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Davis学校本身是一个 现在排名在公立学校当中排名是属于前十的 然后在就是所有大学加起来的话排名大概是在三十五三十六左右 然后是这样 那那个就Davis他现在他们有没有什么整整体学校来讲哪一个系啊或怎么样的比较突出啊 然后很多人都会争相要去的这样的一个program 可不可以也介绍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好的 Davis这个学校作为一个从UC伯克利曾经的农学院分校 分裂出来的学校就直接的导致了他自己的一个农院和受益这方面的东西排名都比较好 排名最靠前面的一个是叫一个是兽医课程animal science这类的课程也是排名前内数一数二的 然后叫农业课程呢就也是在前十的范围内 这几个是申请的人当中真的会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一个课程吧 嗯所以加州如果没有食物可以吃的话跟UC Davis还是息息相关的啊 嗯就是 然后我们再来啊谈一下就是说UC在这个运动啊啊这一方面呢或是在他这个硬体就是他的这个图书馆啊 他的这个啊体育馆啊啊这方面就是说游泳池啊 可不可以简单的也介绍一下就是你所感感受到的是怎么样 嗯好的叫UC Davis本身学校自己的校队是绝大绝大多数像篮球橄榄球之类都是叫全美全美在叫大学生联大学联赛当中都是在Tier 1的存在 然后是学校自己的一个叫健身技才来说我们学校自己是有一栋很大的一栋楼我这个具体我没法不知道怎么描述 但是一栋楼当中是有分成两层的全部都是健身器材 然后是可以去健身 然后是叫学校是有两个游泳池 但是一个游泳池其实是总共有三个游泳池 它是分成两块区域 一块区域它是专门给那个叫呃我们学校的体育生去训练的 然后那栋楼里面有包括自己的健身房自己的所有东西但是他们是专门提供给体育生的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具体是一个室外的两个游泳池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娱乐池 还有一个是lap pool就是我们游比赛的时候会游的那种长池 嗯 嗯 然后嗯 那那个啊就是说UC Davis他跟其他临近的城市啊 可不可以也简单的介绍跟伯克莱啊 或者是跟跟湾区啊 跟这个啊啊 Sacramento啊他的相对的地理位置可不可以也介绍一下 ok好的呃 因为Davis是坐落于Sacramento和Sacramento当中的 嗯 然后离Sacramento的话 其实驱途形成只有只要20分钟 而且20分钟是你已经可以游遍整个 几乎游遍走遍整个Sacramento了 就是如果只是到Sacramento市中心的话 其实只要10分钟左右 呃 然后去San Francisco的话就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左右 现在要看路上读不读 但是如果像想去稍微好点地方的话 那就去San Jose就是所谓的硅谷 就是那个去车的话可能是要一个半到一个小时45分钟左右 嗯 那在这个Davis附近如果你要吃一个比较好吃的中国菜的话 那这是办得到的吗 那大概你们都是怎么样怎么样进行的呢 呃这是肯定能办得到的 因为Davis本身自己作为一个留学生的 叫不叫留学生是大学生城市 他自己的叫Dontown当中的食物还是非常的叫Diverse的 我讲的是中国菜有没有就是说对是中国菜 很多观众有华人所以中国菜也没有呃 就是让你觉得还挺满意的这样呃 有中国中国菜有好几家味道不错的 但是这里就比如说有一家是 叫反正有有很多家 但是到时候你们如果有兴趣 这都在学校附近吗 都在学校附近 几乎都是 嗯 嗯因为Davis又叫Bike City 所以说自行车很多的在这些所有餐厅当中 几乎都是骑自行车在十分钟内能到的 从校园内出发的话 那挺好的 那学校里面的那个饮食的话都都是西餐吗 还是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呃学校因为是分成三个三个宿舍区三个食堂 然后在三个宿舍区就一个是Coursero Coursero的食堂是主要是西餐 西餐和墨西哥餐为主 西餐和墨西哥餐为主 然后那个叫Coursero是另外一个宿舍区 Coursero的宿舍区算是学校当中最大的食堂之一 然后应该就是最大的食堂 然后那个食堂里面它是有分成好几个区域 它是有太平洋美食亚洲美食西餐 每天的餐系当中它都是每个菜系都准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T区 T区是分成两个食堂 一个是Latitude 就是我们一个其中一个食堂 然后我们那个食堂是叫 是要单独收费的 但是那个食堂 那个食堂现在来说是 叫是最diverse的 虽然食堂比较小 但是它是所有 几乎全世界所有菜系它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 E餐也有中餐也有 然后B餐也有 是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不是 但是 大概有没有10个餐厅呢 总共没有 总共校区内总共是4个餐厅 然后对 然后是其中两个是有 其中三个是有多菜系的 然后只有C区的那个是只有纯西餐的 了解 嗯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宿舍 就是说宿舍来讲的话 就是它是两 两个人呢 三个人呢 四个人呢 单人呢 啊男生女生是怎么样分配的等等 就是可不可以也介绍一下这方面 嗯 好的 因为我们学校是因为 叫前几年有个改革 导致了现在我们几乎所有宿舍 除了学生是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 几乎就是全部都是混宿舍的状态 混宿舍的意思 对 合在一起 呃男女不会合在同一个房间内 但是是混在同一层楼的 一个大楼对 那我说人数是二三还是四还是一 呃叫像一间房间绝大多数的都是三个人的房间 然后运气好的话可以抢到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的房间 但是这一点就是要注意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两个人的房间 你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他会要给你填一个宿舍的preference 宿舍的preference当中 你要不要注明自己你是要两个人的宿舍 而且最好是自己提前找好室友 因为叫他学校宿舍学校会给你分配室友 这个是没有宿舍就这个 宿友的很多东西的保证 嗯 所以就说学校 如果你没有要求 要跟谁在一起的话 那他会帮你安排 如果你自己有要求就是我要跟谁要同一个论妹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配合你 是不是这意思 对是可以的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叫你在申请大学宿舍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调查问卷 然后会当中会问到你的作息时间这些东西 嗯嗯嗯 好那我们讲的宿舍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就是说 啊这个啊 这个整个学校来讲的话 文理法商医啊 农啊 他是怎么样的 他整个大概有几个大的学院 可不可以大致上啊就是讲解一下 嗯 好的 叫我们学校 现在的是我所知道的是 有一个农学有个医学院 但是这个医学院是 有个医学院还有个农学院 还有还有就是学校是有法学院 有法学院 有三个学院吗 呃 商学院有 但商学院是个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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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数学院 他数学那边是几乎是合并的状态 嗯嗯 然后还有就是 工学院有没有跟这个科学啊 这个结合在一起呢 还是说工学院是独立的 呃工院在学校的地理处境上来说算是独立的 但是其实我们就上课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是两边都有跑 就是有也有也有到这个科学这一方面的里面去学一些基础的课程 对是的 嗯 好 那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工学院吧好不好 就是说工学院里面的话 啊大致上现在是有哪些系 然后啊 这些系的话就说啊 你认为有什么特点啊 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那当然你是机械系 可能机械系会会比较了解一点 那其他系也可以啊 麻烦帮我们介绍 OK 像我们现在我们学校是 叫Engineering这整个department当中是 我所知道的是叫生物工程 机械工程 横空工程 呃 还有材料工程 呃就是 就是我们工程的分细分其实是分的很多的 嗯 这个申请的时候是要看清楚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生物工程的生物是生物工程是有是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申请申请的一个叫一个呃一个paper他是需要单独交的 然后像我们机械工程呢是机械工程是跟Aerospace Engineering就是航天工程是在一起的两个算是一个在学校方的学校来说算是一个合併的大工程但是如果你想学机械工程你可以单独申请但如果你想学航空工程你就必须机械工程和航空工程一起申请 嗯 然后再讲一下就是当初你在申请啊高中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去选定就是说啊想要念UC Davis然后想要念他的机械系啊然后啊如果一般学生他们要申请的话他们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会会比较容易进到这个学校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申请的啊这个啊条件 然后嗯自己个人为什么是最后去决定决定要要选工学院的机械系然后是Davis这样嗯好呃叫关于申请大学申请Davis来说的话叫你的 叫就GPA来说是建议是最好是在3.5363.7左右然后以及以上但是因为这几年的申请难度的增加所以说估计现在是要到3.83.9左右 然后这个是waited还是unwaited你现在讲的呃这个就是满分4.0的就是waited的 waited嗯对嗯然后就SAT来说的话SAT建议是在1400以上1400以上 然后是叫对于这个申请专业来说的话啊对申请来说的还有一个需要的就是你的推荐性非常非常重要推荐性最好体体会出了你对这个专业的应损 而且你的文书最好也体会出了你对这个专业你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而且你对这个专业你是有一定的要一定的投资啊一定的认识度的这样子会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一个priority吧 你讲的是老师的推荐性还是讲的你个人的这个AC呃老师的推荐性是要非常跟这个尽量是跟这个专业related就比如说像我申请的工程我是工程系的所以说我就是我拿了啊 Dr.Gen的推荐性就是物理的推荐性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物理是我机械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所以说我对我的申请大学有也非常重要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project关于这个工程方面的也是可以写到FA当中而且帮助是会是非常大的 嗯那你个人认为就是说啊当然你只有来了一年就说你听到一些学长在讲就说你认为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找事情的时候啊你所听到的是容易呢 然后说有十个学生呃在三个月里面然后他大概一种可以有七八个人就可以拿到工作呢还是说还是蛮困难的就最近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情形呃这有多少有点了解但是因为最近的这些社会上的事情总体上来说找工作是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难的状态但是就我对就问师哥师姐对前几年的了解 就是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了解几乎是毕业生在毕业的三个月内百分我不敢给个百分确定的数字但是七八成的人都能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当中剩下的那两三成当中至少又有一两成两三成当中至少有一两成的人是能找到实习工作的 那就是说你从高中毕业然后你来到这里你觉得大学的这个学业跟高中的学业你认为是啊是比较大学比较紧凑呢还是还是高中比较紧凑就是他们两个做一个大略的比较 呃好的因为叫就PA来说是一个semester制的学校所以说呃一个semester当中学的东西有些时候容错率会比较高比如说你一个东西没学会你可以从后面回去再学 但是就大学来说像比如说UCDUCD它是一个quarter制的学校也就是说一个一个学年它有三个主要quarter和一个两个summer session呃在这个quarter当中我们一个quarter几乎要学相当于我们高中 所以就是说UCD它比较紧凑因为它这个对它是属于很紧凑的非常紧凑的对而且是你一直要认真学你不能有当中不能出现大错误因为当中你一旦出现大错误 你的GPA是非常非常难重新拉起来的而且GPA 假设现在有个状况就是说比方说你生病了然后就说像有同学或者他他需要他他父母在这有有什么事情像这种情形的时候跟老师沟通容易吗老师会愿意通融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老师都是愿意通融的呃只要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或者生理原因就是不可抗因素的话老师是肯定会通融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其他原因的话老师要看老师有些老师会通融有些老师不会 嗯那你目前为止就是说你认为你在高中啊就是说所学的其他的同学也不是说只有你个人就是说啊大部分来的学生你感觉大家会很吃力吗还是说也还可以就是还有时间可以喘喘口气啊 然后你可以可以去玩一玩啊啊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是很紧绷的状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呃这个其实是要看你的课程选择就要像比如说我我是叫物理化学和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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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属于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累的过程 但是如果你选课当中就就故意的去选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点的课程 或者相对一些叫现在你们大家身体应该也知道的 叫 general education 的课程 嗯对 general education 的课程这样的话 你的学期就会轻松一些 可可以做得到学期当中 可能比如说周末出去出去去一个比较近的城市 可能玩个一天其实还其实还是可以的 一般来讲一个学一个quarter就是大概五门课还是四门课 呃一个quarter如果是你有你是在大一大二这种学 叫 general education 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到四门课左右四五门课左右 然后如果努力有可能五门就对了 对有可能五门 然后像有一些努力一点的可能到六门 呃但是但是呢绝大多数也在保证确保 GPA 的情况下 我的建议是大概三到四门就够了 因为再多的话学习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他也没给你上限就对了 如果你要上十门他也你也可以上就对了 是不是意思 他会有一个上限就是因为我们选课是分成那个 叫叫 pass 1 和 pass 2 然后一个 open 然后一个 open registration 你在 pass 1 和 pass 2 的时候你最多只能选二十 因为你要一个人选太多的话 明显的代表其他人就选不到课 对对对 就是 pass 1 pass 2 是17个学分 然后 pass 3 是能给你提到21个学分 然后21个学分在网上你要选的话 你就要发邮件给我们的学校的一个 叫官选课的这个 department 然后他们是可以给你扩张这个选课的这个分数的限制 那如果说一个学生比方说他从国啊从啊从外地来 然后他的英文可能比较不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学校有没有辅导他呢就是说如果英文比较差的话 那你认为他们是会会影响对他们的影响功课的学习会影响很大吗 他们是怎么样的适应呢 你有你有这个这个啊这大致方面的经验吗 就是其他你所听到的 呃这个我还算是有一点点了解吧 因为在你进入大学之前你像我公愿我是有两个placement test 一个是数学的一个是英英文的 然后数学那英文的placement test当中会给你分成四个level 呃第一个level所说的就是说你的英文是属于不大好 两个placement test是不是 对placement test对 那我就怕那个听众有时候没听清楚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placement test 叫这个叫这个类似于国内的一个分班考 然后就是会给你分成四个阶级 一个就是最低的是第一阶级就是会要求你去上满 这个一些这些英文的课程去帮助你去提高你的英文水平 然后这些课程是可以跟你的课程同时上的 但是他是要求你必须在大一大二上完 嗯然后一二三都是这个第一阶要求的学分最多 第二阶相对少一点第三阶再少一点 然后如果你英语好的话考到第四阶的话 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去上一个英语课 嗯嗯就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对你如果你英文英文来说还是有trouble的话 他是有那个tutoring session 可以去可以你去找tutor是跟你是同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交流 你可以让他以他的他那个 对同种语言的帮助他去辅导你这个这些课 嗯 那你们学校就是说啊 你所听到了不见得是大一哦 就是说他需要做project啊 就是project based的这种learning 大概占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以这整个课程来讲的话 他们占到百分之三十呢 还是百分之五十呢 还是百分之十呢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嗯好的 嗯 叫工就工院的课程来说 和我听到了解到了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hands on的major 就比如说像工程啊 这类的和science 这类的课程的话 你的project based learning的占比 大概会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嗯 而且然后剩下的绝大部分 只是是一些essay 和那个叫一些的 叫这些report report这类的东西 嗯 然后像工院来说的话 工院的绝大多数课程的final 那种不是好事 而是让你自己去 叫 以这个东西去做一个自己的东西出来 或者去做一个presentation出来 去给给出一个 你自己对某一个话题的一个idea 嗯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机械系 啊就是说机械系的话 啊就是你要毕业的话 大概总共要多少学分 呃机械系来说本身来说是叫 我如果把学学校要求的课程 全部上完了以后我大概 我的学分量大概在两百多个左右 就是包括所有的大一到大四 大概两百多 大概在两百多个学分 学分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是机械系的话 就是毕业要求是180个学分 你把机械课的机械系的课程全部上完 并且class的情况下 嗯就是可以毕业的嗯 所以你一年有三个quarter再加上summer 也可以修课是不是 对 就基本上你有四个quarter 也就是说一年你大概要修到五十个学分 那有四个quarter 也就是说一个quarter大概要修到 啊这个啊 五十再除以四 所以十二个学分 对不对 对 十二个学分的话一门课大概一般来讲 是三个学分呢 还是四个学分 比较多 一门课通常是三到五个学分 五个学分 然后是在summer的那个session summer的那个quarter 它其实是分成两个session 然后一个session是四个星期 然后这个四个星期 自己又其实算作是一个quarter 因为你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四个星期内 你再去学出来最多是八到十二个学分 因为再多的话你课表是排不出来的 嗯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你们工学或你们机械系啊 或者航空系 它的那些设备你你觉得比较哇这个哇这个设备太太正了 太太棒了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有的 像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是给那个engineering engineering当中的那个机械系和physics物理系 这当中是有单独的三栋楼的 然后一栋楼是专门给叫我们一个收客啊和叫收客了这些东西来用的 然后另外的是一个lab和另外一个类似于data center的一个这么这么一个存在 然后我们像我们的这个lab当中呢 它是有那个有车床有风动 就是对于像现在人现在比较高境界的像3D打印机液体打印机 这些操作都有而且是提供给学生以课程为 以待课程有需要的情况下是可以给给提供给学生免费使用的 然后让你们需要有个很大的风洞是不是 对我们学校是有一个风洞 但是那个风洞是要好像是要研究生才能去用 或者是你课程有需要可以提前预约可以去 然后学校自己是有一个超有一个超算 但是超算这个是需要去叫预约才能去使用 对 好那我们再再回过头来就是讲一下整个大学里面大概 就是说白人跟这个亚裔啊 国际学生啊 黑人啊 这个蜥蜴啊 大概这个占比大概怎样 会不会也介绍一下 OK 我们学校现在整个整体学校整个学校来说 男女比是6比4 男生4比6 然后是留学生大概占比是整个整个学校的百分 是好像现在好像现在是百分之三四左右吧 现在是 然后但是这百分之三四当中 中国人其实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嗯嗯 你在讲然后你说白人大概占多少 呃白人的话是占绝大多数 啊 OK 然后超过六60% 差不多 然后是 然后雅裔的话大概占多少 叫雅裔的大概其实就十二十左右 十二十 OK 然后其他的 就是就是黑人和叫 鸡鱼 一样 了解了解了解 那你现在学费一年大概一个一个算是quarter呢 还是怎么算吧 一年大概多少钱 就整个整个的这个包括时数 然后这个学费这样子一年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呃因为我们大学 对这个本地学生呢怎么样 本地学生的学费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嗯 但是就我 就国际学生来说是 我们平时的三个大quarter就是 spring quarter window quarter和fall quarter 这三个quarter如果你是住学校的话一个学期是两万二 嗯 然后像我现在住校外就是是一个学期是一万六 然后summer session的时候是按照学分收费 就是你申请了八个学费 加起来总和是多少 一年大概对一个国际学院来讲大概一整年要花到四万吗 呃一整年是六万六 要到这么多 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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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学校的情况下 对全部全部对全部加钱要六万六 对住学校的情况下是六万六 然后不住学校的情况下有点其实是一万六 一万六 对 所以我说所有东西加起来 就是十一住行然后学校加起来总共是多少钱一年 十一住行的话这就一人而已了 全部在家学杂费全部加起来一年要多少 呃一年的话估计要 八万左右吧 啊 就因为因为你要算上学校你平时认识自己生活费啊 之类的 如果就学费来说的话 我们只我就是三个major三个大的quarter 是学费就是六万六 这是前提是你住学校的情况下 你不住学校的情况下是一个学期是一万六 三个学期加起来的话就是五万多左右 那那个最后我们大概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就是 这个学校就是说农学院跟这个受益系特别好 那就是说看到了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农学院会这么好 比方说先讲农学院好的 他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今天他农学院这么的好 因为他好在哪里 呃因为davis 他是一个游戏系当中最大的学校 但是他校区本身不是最大的 学校绝大多数的面积都是给田给那个 给田给这些动物的 这个资源多 资源多 资源多对 专门针对农农学院和这个动物的一个专门的一个research center 就改良 然后是对去专门去改良对这些东西的一个叫research 然后叫学校本身自己就是在气区边上是有就是一个 我们其中一个宿舍区边上直接就是一个叫我们的一个小型农场 是专门养奶牛的一个小型农场 那那你你你在那边你看到看到多少牛上千头牛吗 还是几百几百只牛呢 呃我们在学校外的那个农场上是牛是大概是应该是有几百几千只的 但是长时间放在学校内的就是放在学校宿舍边上的大概就是只有五六十头 嗯 嗯 然后这些牛是专门给学生去做一些叫关于牛的一些study啊research啊这类的 嗯 所以感觉上就是说这个州政府他就说以David他特别的去针对农业跟兽医啊 以David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重镇来精心的培养啊这方面的人才 然后他们的资源就是特别的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啊牛啊 然后这个田地啊然后各方面的这种配合都是都是算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对的对的嗯 嗯 那我们最后大概在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说呃你认为就是说你当初你所预想的这个工学院 然后跟你实际上你到这边来之后你所感受到的你认为跟你当初所想的像吗 就是你觉得是呃觉得嗯你你觉得你推荐人家来还是说你觉得说啊别来了别来了 我我觉得对工愿就一个大学当中工愿对我的设想来说算是比较接近的 虽然不会会有那种设想当中的啊我你还是满意的 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对就要比因为像我比较设想当中我是比较觉得我应该是学习为主啊 research为主 嗯我们学校老师会有给你一个作为research assistance的机会让你去进会有 嗯会去进入到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实验室去做和他合作做这个topic 但是这是比较难的但是是有这个机会的啊 这是一点我没有想到的的因为我认为当中研究生才会有这种机会 然后是这个大学部的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个学校的啊老师做这种专题上的研究啊 这是有机会不错嗯但是你要跟教授教授提现良好的互动对才有可能对 然后你自己也要能够显现出来你自己在动手能力啊 然后在这种研究的这种精神上面能够啊能够啊能够让教授感受到你自己本身的一种啊 一种用心是不是对对是要的好我们最后大概就在在请你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 就是说在那边啊你你感觉呃容易交友吗容易交女朋友吗等等等等 这方面有没有啊最后再再再来一个30秒然后做个总结啊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好的呃对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学校你以前在社交方面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因为本身作为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村一点的地方 但是他还是依然做到了作为作为华人来说 饮食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帮助 因为整个Davis有好可以说有十几家的华人餐厅 然后叫其实生活了便利来说的话其实算是很便利了 虽然没有像LA那边那么便利 但是已经算是对于其他地方已经算是非常便利了 Davis本身这个学校并没有像是网络上说的那么村 实际上算是一个比较相对算是一个比较平 只能算是一个比较村但是设施和我们生活所必须 而且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都是有的一个地方 只要你去去找绝对是有的 所以感觉上就是说这一年来然后收获也蛮大的 然后学习也都能够配合 然后你所看到的那吃的方面交友 然后这个设备等等的就是 将来就是说你能够去工作 然后跟学校老师做这种专题研究的机会等等 都让你觉得还是十分的满意 然后也推荐同学来 好我们今天也谢谢这个Johnson同学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很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